这是山鸡哥演艺生涯最变态的角色 为了提高自己与女友的打拍技术 他一刀砍下千年老憋的脑袋喝起鲜血 在用嘴强行喂给女人 遇到不如意的事 发起火来比隔壁东西乌鸦还要生产 别人掀一张桌子 让自家兄弟没得吃 他却直接掀翻全场 让所有人都没得吃 而山鸡之所以如此火荡 只因生日这天帮回大半人没来赴宴 而是去了医院看望一位伤者 这位伤者身份可不一般 乃是当年跟山鸡争夺大佬之位的干哥 当时红星化石人战役去世 继承人落在山鸡与干哥两人身上 葬礼当天双方为此展开博弈 按理说为了避免被警方盯上 战役的追悼会应该一切从简 但山鸡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仅大张旗鼓找来一群人哭丧 还对着老大一向口出狂言 战役 山鸡的狂妄之举意图明显 是想借此机会彰显实力 一举拿下龙头的位置 眼界事态慢慢失控 为了让老大走得安心且不为难大嫂 干哥最终选择退了 嫂子 放心吧 没事 山鸡凭借着无耻之举 成了红星社新一任龙头 事后干哥退出江湖准备安度晚年 葬礼当天 他之所以不想与山鸡争斗 一是为了让老大的葬礼 得以顺利举行 二则是为了家庭 他生有两子 大的名叫东管仔 从小跟着他混解黑道 结果因杀人早早吃了牢饭 小儿子叫做小明 有了前车之鉴 干哥不想让他也牵扯江湖事宜 年幼之时便让老婆带着孩子 去到美国生活 谎称自己在香港从上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 干哥彻底摆脱了社团 东管仔即将出狱 而小明在美国成了研究生 一家人即将在香港团聚 可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却发生了意外 一天早上 干哥照常出门晨跑 无意看到几个古惑仔 正在捣毁装有古惠的坛子 古惑仔这一刀下去 让香港黑帮界陷入了紧绷状态 因为这小子不是别人 正是红星社新收的小弟 一切嫌疑自然指向了身为画石人的山鸡 与此同时 还不知情的山鸡 正在酒店举行自己的生日派对 没想到大部分手下没来祝贺 反倒去了医院看望干哥 山鸡见状火帽三丈 仿道乌鸦掀翻桌子后回到别墅 得知事情原委的 他叫来了砍伤干哥的小伙 先是故意装作很欣赏对方的样子 随后脸色一遍抓住小伙的头 山鸡这边清理门户 而干哥这边就不好过了 他因伤重可能活不了多时 妻子阿红打腾身在国外的小儿子电话 让对方尽快赶回香港送父亲最后一程 正在赶论文的小明听后 立刻放下手中的笔奔赴香港 不想刚下飞机便被警方控制问话 原来干哥伤重不止黑道人心惶惶 警方也时刻悬着一颗心 生怕平静多年的江湖再次打乱 他们以为小明回港是想替父亲报仇 随着这小伙的资料却非常干净 通篇看下来全是学习与正常生活 丝毫不跟黑帮沾边 看来这些年干哥将小明保护得非常好 将对方与自己撇得一清二白 警方没有证据只能放人 但经过这么一闹 小明已然猜到父亲的黑帮身份 作为一个常拿三好学生的学霸 他平生最痛恨欺负百姓耀武扬威的黑事 看着眼前昏迷不醒的干哥 小明没有选择进去看望 而是责怪母亲没有将实情告诉自己 一怒之下跑出医院打算回去美国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认为小明坐得对吗 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 小明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说到底父亲始终是父亲 小明犹豫一番 还是来到了医院 看了对方最后一眼 这时山鸡听了消息 也急匆匆赶来 干哥的死让他陷入两难境地 为了避免被黑道中人说闲话 他让干哥的妻子阿红 不要为丈夫举办盛大葬务 赶紧送去火花 早早了是越快越好 这话让女人怒不可遏 反倒是作为干哥儿子的小明 却非常赞同 毕竟自己还得赶回国外写论文 没必要为了一个葬礼浪费时间 山鸡这才注意到 干哥原来还有一个小儿子 山鸡这一举动 吓坏了小明的母亲 为了让纯净如水的儿子 不被坏叔叔弄脏 只好答应对方将丈夫快速火花 但在火花之前 他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必须等到大儿子东莞宰出狱 对于这个要求 山鸡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事情做绝了对谁都不好看 可他前脚答应阿红后脚 便开始吩咐小弟做事 买通监狱的人打算干掉东莞宰 以此达到快速火花干哥的目的 谁知东莞宰伸手了得竟然反杀了刺客 与此同时 一群警员正守在火葬场附近 时刻盯着两方势力的一举一动 他们也希望干哥早点火化 避免发生黑帮大火拼 一天时间过去 东莞宰终于迎来出狱 而山鸡的小弟们 则早在监狱门口恭候多时 驱往火葬场的途中 东莞宰借口上厕所 趁机打倒了众人 随后驱车找到了 红星社的其他元老 这群老人都是干哥的好友 承诺会提供最大帮助 让东莞宰取代山鸡 成为新一任龙头 所以想要仿照当年山鸡尚未的办法 利用干哥的葬礼造势 然而东莞宰现在没有这些想法 只想给死去的父亲 一个盛大葬女 他表面上迎合元老 接着孤身一人来到火葬场 可还不等东莞宰赶到 一心想着论文的小明 却提前按下了火葬的开关 关键时刻 东莞宰急事按停了机器 冲进来对着小明辨识一阵拳脚 原来两兄弟从小没见过什么面 所以互相不认识 经过母亲调解才得知对方身份 警方代表过来打断重人 提醒阿虹焚烧时间已经到了 机器随之继续运转 仅由时刻机器再次停止运作 探查后才发现 不知是谁破坏了陷路 最快抢修也的几天时间 不用想也能猜到 是东莞宰和元老们联手所为 碍于当地只有一家火葬场 且元老们集体施压 山姬被迫答应给干哥举行葬礼 这是一位长老代表 拉过东莞宰开始密谋 打算利用干哥的风光大葬扳倒山姬 这番对话被一旁小明听到 之后两兄弟去到葬店买棺材 但是找了好大一圈 都没人敢接他们的活 原来是阴险的山姬 提前给卖家打了招呼 途中小明被人架上了一辆黑车 竟是文警官等人 后者给他画了一张大饼 如果小明肯替警方做事 就帮小伙子证明 他和黑帮没有关系 这样才能顺利拿到美国绿卡 反之则让小明永远无法离开香港 其实不用文警官威胁小明 这个二五仔也会照做 之后带着警方的窃听器下了车 结果这一幕却被东莞仔无意发现 作为黑帮中人 最忌讳与白斗勾结 大哥怒斥小弟 换了江湖规矩 小明将之前偷听到的话 告知东莞仔 你一个想接父亲葬礼上位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批评我呢 两兄弟性格相冲尿不到一个狐狸 最终只能不欢而散 事后小明仅记闻警官的计策 当晚约见了山姬谈判 表示可以帮对方往美国那边运送违禁品 就在两人即将达成交易之际 警方忽然破门入 人赃据获的山姬当场被捕 可惜这家伙早就留了一手 带的违禁品全是一些感冒药 警方没办法只好放人 可他们这一方倒霉的就是小明了 山姬很快将其挟持关进了狗笼 东管仔听问消息前来救人 可惜小明犯的是帮会大计 与白道联手陷害社团化石人 这方在以前可是千刀万剐的罪口 眼见如此 诸位元老也帮不上什么忙 为了救弟弟的命 东管仔夫人答应山姬再次将父亲的葬礼改为火化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山姬放过了小明 谁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葬礼 却能彻底扭转众人的命运 山姬替社团元老举办盛大佬附会 结果却闹出了惊天笑话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数天前 东管仔答应了山姬快速火化父亲的要求 谁知就在机器运转的时候 山姬又改变了注意 要给干哥来个风光大葬 此举让想要尽快离开的小明彻底破坊 一会火化一会大葬 你们这混黑帮的是不是脑子都有问题 两兄弟大打出手 让一旁母亲急得心脏病发作 这才停下将其送往医院 在过道上两人终于有机会 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聊天 东管仔讲述了父亲人生的始末 如何从一个小混混打拼到如今地位 又是如何安排他们两兄弟的生活 小明这才清楚 父亲得用心良苦 双方把话说开不再针锋相对 事后东管仔孙弟弟上车去往机场 他承诺会安排好父亲的葬礼 让小明只管弄好他的论文 到时候一定会带母亲去国外祝贺 事与至此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地 但山姬口中所谓的风光大葬 又是处于何种目的 首先排除他的良心发现 或者与干哥交好 原来这家伙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是被元老摆了一道 就在不久前 元老们买通报社 刊登了山姬欺负孤儿寡母的新闻 为了挽回封平 山姬所幸将计就计 替干哥举办一场世纪葬礼 邀请世界各地黑帮 来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 同时宣扬自己有多么的讲义气 东管在得知原委后 不愿父亲葬礼成为山姬作秀的工具 趁着深夜准备偷回干哥的遗体 本来已经离开了的小明 也折返回来帮哥哥保全父亲的尊严 可就在两人行动途中 却被山姬逮了个正招 一天后盛大葬礼宣告正式开始 自从黑帮崛起以来 从来没有一个香港社团做事如此高调 居然邀请来了包括 但不限于台湾主联邦 日本山口组 意大利黑手党和墨西哥黑帮 山姬更是自封为香港教父大肆宣言 东管仔兄弟俩跪在地上 仿佛小丑一般见证父亲葬礼 被做成一个大型派对 警方为了维持秩序 也来到了现场 甚至专门派出文警官 负责看守干哥的遗体 第一段迎宾仪式结束 东管仔和小明在休息时眼神交流 山姬找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兄弟俩的踪迹 更让他苦恼的是 干哥尸体居然也消失不见 这时他发现了兄弟俩留下的电话 躲在暗处的东管仔威胁山姬 以后必须按照他留下的纸条宣告致辞 不然就立刻烧掉父亲尸体 眼看着葬礼已经到了这一步 山姬没有第二个选择 致辞阶段 他拿着东管仔的纸条开始演讲 不想知嘴里的话越说越不对劲 山姬的话使得台下大佬们一片哗人 可就算他完成了东管仔的吩咐 遗体还是没有出现 好在他的小弟们发现了两兄弟并将其拿下 文警官等人也冒了出来 警方不想葬礼发生意外 让人逮捕了闹事的两兄弟 然后让山姬回去继续主持葬礼 因为他已经帮忙找到了干戈遗体 最后客人占仰一容的环节正式开始 可各路老大看过遗体后 脸色却都异常难看 竹联帮老大甚至指着山姬的鼻子破口大骂 山姬眼见情况不对 瞅了一眼棺材内的遗体 里面哪是什么干戈遗体 分明就是一个裸露的人偶玩具 中尾大佬都是脾气暴躁的人 他们认为山姬是在戏弄羞辱自己 一怒之下动起手来 好好一个盛大葬礼 转眼间成了黑帮火拼的现场 混乱之中山姬弄伤了大腿 可即便到了这般田地 还是和往常一样 对着牛打骂不断 女人实在人无可忍 在山姬心脏病发作知识 趁机要了对方的命 而我们不可一世的山姬 就这样稀里糊涂死在了自己家里 同一时间 文警官特来看望山姬两兄弟 原来他们早就在葬礼之前达成合作 利用诸多计划推翻山姬在黑道界的统治 影片最后为了不让文警官难做 山姬一家人在国外 给父亲补上了久违的葬礼